随着五日来年,北京一间大型的童有班 每年都会特别製作传统的童有班包 建设的名传 今年也演奏这个温暖的传统 也可以带回去给家里面小朋友挂带子 它可以让小朋友比较不会让蚊虫叮咬 跟预防一些疾病的轻毒 其他的作用就是主要还是以抗病毒为主 以前也是会有一些感冒 或是说肠胃病或是祸乱这一类的一些病毒 那以前的人就是会做一些香包 来挂在身边来预防说 有些人 譬如说有些人在外面出去工作 然后他代配香包的话 他可以做一个预防病毒跟细菌的一个作用 这个小小的童有班包 童有班老板不但请人出帮制作 也用心调配的班包里面的游宅 让收到旁边的品种品到旁边就想到老板的打心 大茴香还有白纸还有橙香 跟宫丁香跟小茴香 把我们这些中药把它晒干之后 再把它打成细末 打成细末之后 然后再跟这些香包静置大概三个月以上 让整个香包可以融入它整个香包的味道 因为基于我们考虑到有些小朋友可能 他会对一些中药会有一些过敏 所以我们这是用熏香的方式 没有把它包在里面 而是放在外面让它吸进香包的味道 香包里面的中药去幼道中光年 民众在家里想要自己DIY 用中药来打造香包的作用 中药办老板要自己整周 那我们如果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可以在中药店购买一些艾草 在家里面做一个熏蚊跟做一个熏香的动作 让家里面的一些蚊虫可以驱赶出去 然后也增加我们整个家里面的一个抗菌 中药办老板价在5月的製造出甘包 提供并将葛丽新区 以后白杜班糖大声开开 也应用传统印杖让传统旁边的旁边一直流传下去 接下来三场步道